今天 是我们 举办这个三十的信念 也借这个姻缘 我们来为我们的恩师 师父上人 老和尚 祈求 护法隆天 祈求阿弥陀佛 让我们 老和尚 法体 安康 能够弘法立身 帮助这个世间 苦难的众生 所以借这个姻缘 刚才 昨天 跟我们的正宗 借这个姻缘 我们来念佛 五分钟 多的十分钟 来回向 我们佛法里面常讲的 上宝 是从恩 是从恩 第一个除了父母恩 我们要保恩的老师之恩 所以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刚才我们在面南大师 我们念了往生作 是四十九遍 这个也是昨天 这个也是昨天我们跟我们的正宗 这个 讲一声 为什么要 这一次要念四十九遍呢 因为我们已经停了一年多 这些牌位啊 这些牌位啊 也是 等了一年多了 所以 借这个今天的姻缘呢 我们呢 就来给他 多念这个作品 让他们呢 赶快到西方世界去 不要再 执着 这个身体 所以刚才念四十九遍 这个 特别的 这一次 下一次 我们就造正常 就是这个原因 那现在呢 我要求 外面的义工 所有的 能够做下来的 能够做下来 什么都不用动 那现在呢 你先听师父 大家把眼睛 闭下来 眼睛闭下来 不要东张西望 我们的义工都是一样的 全部 暂时停下来 因为我们借这个姻缘来祈祷一下 眼睛 我们现在闭下来 观想 彌陀 观想彌陀 心 只有阿弥陀佛 万言 放下 用我们的自成心 祈求 阿弥陀佛 持父 加持 我们 这个世界 加 加持 一切众生 帮助 这个世界 大灾化小 小灾化无 以及 今天的功德 讲经 念佛 细念的功德 回向 回向 给我们 五量节以来的 累劫 恩亲 债主 回向 给我们 过往的父母 回向 近虚空 遍法界 遍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给我们恩师 阿弥陀佛 上静下空 老和尚 法体 安康 弘法 底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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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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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蜜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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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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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配合 阿弥陀佛 今天 我就借这个最后 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很重要的 让大家明白 人这一生 千万不要剁在三恶道 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恶鬼道 像我们有时候 私使 就是给这些鬼道的众生 真的很可怜 他还能够受得到 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呢 让大家留意 要注意一下 在千佛世 就是海贤老儿上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四个恶鬼 有没有 海贤老儿上 海贤老儿上 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有一天 有一位大阿罗汉 他要出去拖拨 遇到了谁呢 大力鬼王 大小的大 力量的力 鬼王 这个大力鬼王 是一个泥鬼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福报 知道吗 而在这个鬼道 做鬼王 因为他曾经 供养过一个阿罗汉 就是吃饭 那这个过去 这个泥鬼啊 他就请这个阿罗汉 到他的住处 这个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一进去的时候 整个地方啊 非常的 壮观 非常的庄严 整个里面非常的富足 但是 但是这个阿罗汉 在吃饭的时候呢 在这个桌子上 我们的桌子 有四脚 因为阿罗汉有神通 而这个四脚呢 是谁啊 就是这个四个恶鬼 这个四脚 那阿罗汉看到这个样子呢 他很难受 因为这个恶鬼在那边 一直拿着这个桌子 然后呢 一直看着阿罗汉的这些食物 很苦啊 那这阿罗汉呢 很好奇 就问这个大利鬼王 就是这个泥鬼 为什么会有这个 怎么回事啊 这个大利鬼王啊 就告诉阿罗汉 等一下 我现在有急事 我要出去 你千万不要 私食给这些鬼王 诶 恶鬼 这个众神 你千万不要给 这个大利鬼王一走出去的时候 这个四个恶鬼啊 又站在这个阿罗汉的旁边 你想一想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 很难受 所以阿罗汉呢 把这些食物啊 念咒 像我们念咒一样 施食给这个四个恶鬼 结果呢 发生什么事啊 第一个恶鬼 收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这个食物变成什么 变成他自己的肉 吃不了 第二个的这个恶鬼呢 第二个的这个恶鬼呢 接受这个鬼 这个阿罗汉的食物变成什么 铁丸 那个铁丸 那个铁丸 地藏经有讲 那铁丸啊 为什么会受这样果报 造口业 铁丸 那个铁 很辛苦的 第三个这个恶鬼呢 得到这个食物的时候呢 变成什么 大便 就是我们的那种大便 安脏的东西 第四呢 收到这个食物变成什么 铁丸 你想一想 他很苦啊 要吃东西又吃不了 得到东西又吃不了 那鬼王啊 这个大力鬼王一回来啊 看到这些恶鬼 他就问这个阿罗汉 阿罗汉啊 我刚才不是交代你吗 千交代 万交代 不可以死死的 给他们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不是 你的爱 比我的爱 爱他们更大的吗 阿罗汉就问这个大力鬼王 大力鬼王怎么说呢 他才跟他讲 阿罗汉啊 这四个恶鬼是谁 你知道吗 第一个的 就是我的钱的账 前世的丈夫 前世丈夫啊 第二个就是谁呢 就是他的儿子 第三是谁 就是他的媳妇 第四是谁呢 就是他的丫鬟 那为什么要变成恶鬼 因为这个大力鬼王啊 有一天呢 他是供养一个阿罗汉 所以他跟他的先生呢 报告 我今天呢 去供养阿罗汉 你要随喜功德 他的先生怎么讲呢 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为什么不吃他的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他不吃他自己的肉 这句话 他先生讲这句话 他心里好难受 做太太很难受 希望他的先生能够随喜功德 那很难过的时候 去找他的儿子聊天 跟他儿子诉苦 儿子啊 爸爸啊 不理解我 而骂我 我供养啊 为大家好 你知道他儿子怎么说呢 笑他的母亲 妈妈啊 你很笨 为什么要干嘛去供养他们出家人 没事干 干脆哦 叫他吃什么 吃铁丸 第二个 第三呢 有一次啊 他的媳妇 因为啊 这个 大利鬼王呢 有人送他这些食物 这些食物呢 他的媳妇啊 跟他拿来偷吃 跟他偷吃 他只是问他 你为什么要吃我的东西 你不跟我讲一声 谁吃你的东西啊 吃你的东西啊 我干脆不如吃大便 有这种媳妇耶 还好我没有娶太太 这个 然后第四啊 他的丫鬟 跟他出去的时候 又偷他的东西 夫人的东西 夫人 你要做人要有礼貌 你要跟我吃东西 你要跟我讲一声 我会给你的 谁吃你的东西啊 吃你的东西我干脆哦 去吃那个浓血 就是因为这四个人讲的这一句话 让他心里好难过 所以发毒誓 发怨 将来我要看他们生生世世 躲在恶鬼道 所以他们真的 因为他的福报很大 供养阿罗汉 得到这样的福报 是因为他起了一个称恨心 本来他可以到道立天去享受的 但是因为他的称恨心 起了这个恨心起来 所以堕在鬼道做鬼王 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叫我们什么呢 这个故事叫我们什么呢 一个道理 要胜乎口也 明白吗 不犯事过 古人常常讲 能吃 过天 过天 过天使 下面是什么 能吃过天使 下面是什么 不说 什么呢 不说过天话 话讲太多了 会起人家 恶物 讨厌 所以我们五量节以来 我们的生生世世 为什么跟人家积了很多恶缘 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口业 我们的福报 我们的福报 为什么损得很快 我们的口业 所以口业要小心 真的 你一句话不小心得罪人 人家起了怨恨 要来报复了 所以古人讲得好 所以古人讲得好 两语一句 什么 两眼一句 山东暖 冬天的冬 温暖的暖 下面呢 二语三人六夜寒 你明白吗 讲话 一句好话 会帮助一个人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讲话一句好话 能够帮助一个人断恶修神 讲一句好话 能够让人家来学佛 讲一句好话 能够让人家 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更好的幸福 一缘要小心 所以该讲的 我们要讲 不该讲的一句话 不说 念佛容一清净 你要说清净心从哪里 从口业求 所以过去韩国有一位 法师 因为他知道他的毛病 口业不好 所以发现什么呢 一年不说话 法师 因为喜气在 有一天他在洗澡 突然间 这个灯 电停了 在这个洗手间喊 谁把这个灯关掉了 犯错了 你看 去拜佛 佛菩萨 我今天又讲话了 你看 喜气 所以这个语言 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个 慈名妙行大师 菩萨 跟我们讲了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话有没有少说 佛有没有多念呢 这个也不知道 下面的什么 他说 打得念头时 虚如法身火 所以可业 一定要小心 你回去 祸从口出 病从口出 现在不仅仅我们的可业 手指也是开始造业 对不对 打手机 默默人 我们的症状 这个不好 周宝童 这个耐神 不好 一大堆手机 虽然话不讲 但是手指会讲 对不对 对讲 You know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所以话少说 最后 跟大家讲一个果报 很恐怖 你看那个 我们佛的大弟子 在弥陀经里面 排队第十一的是谁 第十一的 弥陀经 有没有 飞起来 Hello Come on 放松一下 弥陀经 第十一位 Come on Yes Hello Hello 菩萨 第十一位 什么呢 喬 泛 波 底 尊者 喬泛 波底尊者 你知道 他为什么 他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牛丝 牛啊 为什么称为牛丝呢 因为他的脸 他的嘴巴长得像什么 像牛一样 二十四小时 像牛吃草一样 这样 像牛 你看 嘴巴像牛 像我们在吃那个口香糖 现在年轻人不是很喜欢吃口香糖 口香糖 在路上不是怎样 我常常看到那些年轻人 The boys The woman The girl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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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香糖就是像那个鸟在吃草一样的 这样 所以主今天开始 我要吃口香糖了 不能吃了 像牛一样 那为什么他会剁在这个 有这样果报呢 释迦牟尼佛说 过去调皮 五义中啊 笑谁呢 笑了一个老和尚在诵经 他笑什么呢 他说啊 老和尚 你念经哦 像什么呢 像牛一样 声音很难听 阿罗汉 这个老和尚马上起来 你赶快忏悔 你不忏悔 你行 你惨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证得阿罗汉 他本来要堕地狱的 因为笑阿罗汉 因为他的忏悔 发入忏悔 剩余的遗报 都在出身头 所以呢 道现佛 释迦牟尼佛出世 他那个口气 喜气还在 那个嘴巴像牛一样 只是笑人家一句话 所以不能乱笑人的 哎呀 洗后法师长得很胖呀 长得怎么样啊 你要赞叹嘛 哎呀 洗后法师长得很 handsome嘛 很帅嘛 庄严嘛 哎 这个就讲嘛 对不对 你不要 讲这个人 讲那个人不要 口也全能不要 所以因为这样 他在佛弟子当中 称为什么 受天共 第一 因为释迦牟尼佛不允许 他在这个四人脱波 到哪里脱波 天堂 天堂 天界 为什么呢 因为天界不会笑他 如果他在一般的社会 如果外面人家笑他 那不是喊 要跟他一样 所以应获得福 每天吃什么呢 妙除天共 每天吃那些天食的东西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回去 嘴巴 该骂就骂 该讲的讲 不该讲的 嗯 记得 记得 真的 你要记得师父的话 是不会错的 你回去的话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五分钟 我们会忘了干干净净的 法面结束 那个话出来了 忍不住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借一个圆 我们七月份 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 七月份嘛 郑总 七月份我们再来 有圆 再来办这个三世信念 佛妻或者怎么样 希望我们 这个阿弥陀佛加持 我们再聚会 今天真的 谢谢大家的配合 往生做 还有念佛为我们的恩师 记得 不要讲 恶意 不要造可言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恭送和尚回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いや 不要关在哪里 不要 不负想 你 不行 我 不要 不负 Fi 因为 我不负的 智子 究童 很